你现在再看 我之前讲的就是 杜兰特他换系列迈克勒姆 这个事可能说开拓者都亏 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这个开拓者 真是当时用系列换了杜兰特了 杜兰特去开拓者之后 他能服林拉德吗 当地呢就地就才假了 那整个开拓者鸡飞狗跳 那不像说现在 起码挺体面的 分手也彼此留一个准重的 不至于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杜兰特 一旦交给这个伯特兰呢 开拓者把西贼放到这个兰尔队 哈当名正言顺 绝对是对内的MVP 那当赛季可能说就增过MVP了 很大概率嘛 因为西贼保持健康 再者一点 西贼最近这三年了 甚至包括19-20赛季 如果丁维迪携手西贼 那是个常规赛 至于打那么惨吗 纪欧赛期间仅仅是首轮 不一定 所以说丁维迪 当时那会儿还有贾利特阿伦呢 乔哈呀 什么这个烂七八糟 一干人等啊 都挺有战斗力 勒维尔 所以如果西贼来了 就从19-20赛季 他就顶替多兰特的话 那这个19-20赛季 难往有可能 那会儿就触及到第二轮了 至于说20-20赛季呢 哈当来了之后 挺强 哈当来了之后 那这支球队 起码哈当能够载获一个MVP 这个不光是哈当的荣誉 也是团队的荣誉 你看不看到各支球队非常准重 在这支球队当中 拿过MVP的这些球员 因为什么 也给球队露脸 GV赛期间会不会说 仅仅止步二轮呢 也许会冲得更高 也许 哈当不要忘了 他去年第一轮打 波动卡尔特人呢 打出的效率 他的这个 胜利贡献值每48分钟 历史第一 超过麦克尔小胆 压不准说 后来费城球人 眼巴巴 这个顶着哈当 就是想要挖层角 因为费城球人 各位都了解 他这个球队管理层啊 挺乐意研究数据 对数据很敏感 一看哈当 正然这个金铃启示 此种物 在蓝网里 居然说遭遇 从上到下的白眼 这种环境的话 那不是造进材料吗 所以赶紧挖到这个费城吗 这就是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是不是这样 这是蓝网队 如果西贼当年正去了 蓝网队 一是球队文化呢 会很积极正向 票房这块 有可能卖的更高 球队的财务运转 更加良好 再者一点 季后赛的宰货 比拥有多兰特要强得多 是不是这样 你说什么呢 多兰特换西贼 怎么的引起了轩人大波呀 那不就改换吗 换西贼有何不可呢 他留着他 你看他干正事了吗 三年时间 领着上亿的薪水 总共打了几场 七十来场 说实话就这个出奇率 呃 好意思对那站着老大的宝座呀 出奇率实在太底了 就这个出奇率几乎要他 有他没他 根本就没用 有他反而是雷罪 因为你领的横太大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